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预祝2023年 IOS 江树 长虹 业绩 No.1 五年前的今天 政府推动公管电池 整个台湾电动机车的产业 逐步走向单一厂商 根路垄断的过去 在当时 天国不为各界质疑的眼光 我们在普遍不被外界看好的情况之下 继续不省 持续追求 推动台湾的产品和服务的提升 在各地伙伴的坚定支持之下 我们得以在全国 设立近五十家的 IMS中央美式 以全新的面貌 为消费者提供最优势的 电动机车服务 超市场的发展只是刚刚七步而已 我相信只要我们一步一脚印 按部旧班 继续的努力 凭借我们KIMPO 长期以来所累积的造船工艺 跟电动车的研发技术 我们要超越对手 只是早晚的问题 今年的1月 我们的市占率更是突破了20% 整个IMS的销售气势 已经开始启动 我相信我们正一步一步 朝向电动车市场 领导品和目标前进